我们明确提出要继续全面准确的贯彻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程 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落实好特区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机制和执行机制 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 关于你问到刚才全国人大就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做出决定 决定很明确 就是要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 始终坚持爱国的质港 也是为了确保一国两制行稳制 去年香港受到了多重冲击 我们希望香港各界能够携起手来 尽早地战胜疫情 实现经济恢复性增长 改善民生 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中央政府将会全力给予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宽是 说 决定